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 人们的知识面也是越来越广了 懂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 小朋友 你以为你爸妈看不出 你的电脑桌面上 那些软件是游戏吗 说不定你爸爸玩的 比你还厉害呢 越长大 我就越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 小朋友不要在爸爸妈妈面前 耍小把戏 因为你耍过的小把戏 爸爸妈妈小时候也耍过 就说咱们栏目的哈曹吧 小时候就特调皮 她可没少挨揍啊 你看她整个人 被她爸揍了 现在的话是肿的呢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最小朋友圈 我是你的老朋友哈曹 于燕同学 你怎么知道 我是被我老爸揍的 你像我这么拐巧懂事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来揍呢 你这分明就是招摇 告诉你 而且我爸的工作 一直都很忙 根本就没有时间理我呢 哪里的时间揍我呀 现在想起来 我还挺伤心的 小时候呀 我爸都没时间陪我玩 老可怜了 当时为了让我老爸多陪陪我 我还想过不少办法呢 比如 虽然都失败了 但是我还是在朋友圈里分享给你们看看吧 我和同学都有一个非常忙碌的父亲 同学问 爸爸你一天赚多少钱呀 他父亲说 大概四五百块吧 怎么了 同学说 爸爸 这是我存了很久的五百块钱 今天可以陪我一天吗 父亲红了眼光 父子相拥而亲 重获天伦之乐 我听了之后 也决定效仿同学 我问我爸 你一天赚多少钱 爸爸说 多的时候大概能有小几千呢 怎么了 我说 没事呀 我就随便问问 我算是听懂了 你这就是一个炫富的朋友圈 原来你是一个隐形富二代 清歌 清歌 你伪装得还真不赖呀 平时不写山不落水的 这个我在这里 郑重地澄清一下 我爸他原来是做点小生意 有过一段那么辉煌的时间 可惜好久不长 后来生意就不怎么行了 我们家现在也就普通人家了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 沦沦到这里 要找我们同事借钱的地步 对不对 谢谢